哈哈哈哈 這兩個人類又搞什麼呀 為什麼我無緣無故又被人放了上來 不要要我再坐飛機就可以了 阿春 我想要球啊 很想要球 好多玩具 嘩 這裡有個長頸錄阿春 不行啊 這個不是你的 不可以爭的 這個不可以爭的 三磅而已 不過阿春你還是太多玩具 先玩完吧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柴犬春卷 我是春曼 昨天有一位住在美國的朋友打電話來 他說 喂 很厲害啊 你們 人數上得這麼快 不過可不可以快點出購物片 行行行 出購物片之前怎麼少說一下他呢 沒錯啊 就是之前寄失了的BB車 如果你想看購物片的朋友 你可以在這裡停 因為今集全集都說車 如果你想看車毛春卷的話 你就可以繼續看了 在這裡真心想賺一賺亞馬遜 不過我真的沒有收他錢買廣告 不過真的真心想賺一賺 再說回事源 因為春媽在出發英國之前 已經在亞馬遜訂了BB車給春卷 計算時間應該會來到家那天便會收到 誰知我還未收到車 兼且亞馬遜的送貨紀錄還說我已經收了車 我唯有跟他們說我沒有收過 還心想八塊水這樣就冷過水就慘了 誰知公司馬上回覆我 不好意思啊 寄失了 阿哥 你想退錢嗎 還是我們送過另一部給你 咦 這麼好的 這麼容易就退回錢或是給我 因為我們很需要一部車子 所以我選擇了寄回一部車子給我 誰知第二天晚上他就已經送到來了 快成這樣 果然是好服務 我們都很滿意 春卷一看到春爸開箱 就立刻發揮他八卦的本色 立刻衝過來看看什麼 有些朋友可能會覺得 為何狗仔要有BB車這麼誇張 其實養狗的朋友可能你都會明白 有時候有些商場店 就算他說Pet Friendly也好 他們多數都會規定是不可以落地走 你可以手泡 入袋 或者推車齊都行 你看春卷小小粒 你猜他很輕嗎 他整10kg 比袋米還重 還有 除了入商場方便一點之外 去餐廳更方便 因為他有自己的私家位坐 坐得久又可以睡覺 另外呢 窗卷的體能很差 人家說柴犬有很多精力 我懷疑他不是柴犬 他走得15分鐘就沒力了 每次走得久一點 他就會用鼻來刺一下小腿 爸爸很累啊 我要抱抱啊 要不你讓我上車子坐吧 你說是不是真的會被他氣死啊 如果你不理他的話 他就會坐在地上不動 很有性格的 香港有狗仔坐BB車真的很常見 不過我想外國真的會少些 所以我們在商場推著春卷的時候 很多外國人都覺得很神奇的 但其實春媽想低調一點 希望他們不要覺得我們太奇怪 當春卷是小孩子就行了 來到當然要簡單裝備 配件 這部比起香港那部實正好多 車身的長度也比之前那部長 可以讓他睡覺 而上面也有一塊軟墊 可以讓他睡覺的時候舒服一點 另外還有一些拉鍊位 可以讓你放一些用品 例如像撕屎袋、掛勾等等 簡單裝完就可以用車模或春卷來試車 嘗試一下 嘗試一下 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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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嘗試車 嘗試車就不用那麼害怕 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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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知道搞什麼 他們 我還在時差 可不可以讓我睡覺 他有點害怕 章章你忘記了你的戰車嗎 這是另一輛 不知道他在哪 看 這邊 這樣看著我好像好一點 是不是很害怕 很害怕 但好像不夠高 對啊 很明顯 都不夠高 肯定塞我進來 這件東西這麼小的 但他整個尺寸 又好像比阿春那一部 就是啦 你還想拉上拉鍊 為什麼 不想逼死我嗎 我都在哪兒了 喔 春春 好 她看媽媽的買衣服 哈囉 好可愛嘛 春春 拜拜 哈囉 我只是想睡覺 可不可以不要妨礙我睡覺 她說不夠長 妳知道就好 去商場就可以推你了 阿春 不用爸爸抱得你那麼慘 阿春 我掛著等 回來了 她說不太習慣在後面出 她說不太習慣在後面出 你去那邊 你去那邊後面 對 爸爸來嗎 耶 完成 好 我再說不太習慣 我去掛著 我去那邊 我去那邊 的 他想說不太嗎 我去那邊 我去那邊 你去那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